我人生看望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五体系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再继续来学习法句经法语及法句经的故事对我们的开示 在上两个单元我们都谈到法句经故事集第四品花瓶里面 谈到的毗瑟雀这位佛陀时代最虔诚的女弟子 因为在这一品里面都是用花朵来作为辟语所以称作花瓶 然后这里的法语第五十三的法语就谈到说我们应该在人生多做善事 要能够知道做好事的意义 也就好像是把花朵串成花圈一样 所以每一朵花朵就好像是我们的一个善行 然后我们把朵朵的花朵串起来当做花圈 那就表示我们的一个人生都在做善事 那我们这一个生命就是一串花圈 所以毗瑟雀这位佛陀时代的大功德主又是非常有修行又有证悟 她的一生就好像是一串的花朵一样 那她每做的一个善行都好像是一朵花朵 这样子的一个善行就是值得人来赞叹她 所以她是在佛陀时候的女弟子里面 尤其是在家中非常杰出的修行者 所以在佛陀杰出的女弟子传里面 也特别有记录她的善行 然后在法剧经的故事集 又把她的事迹又收集在这个花瓶里面 所以她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佛陀时代的修行者的代表 所以我们在上面两个单元就谈到她从小的家庭背景 就有学佛 然后家庭又非常的富有 那听闻佛法又能够有深入的体会正道出国 然后到了她出嫁的时候 她的父亲也用做人媳妇要守富德的这样的实相 一个美德来教导她 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再继续就是批色泽这位女弟子 她一生里面还有几项很显著的让我们学习的德恨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来介绍批色泽 这个佛陀的时候的女弟子 她其他的一些让我们可以学习 还可以得到佛陀的赞叹的这些行为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看法剧经的布式集里面 就谈到她还有一项 就是她也能够用她自己对佛法的正确的信心信仰 来跟她的公公来做的对应 所以这里面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那这个事件就谈到 就是有一天她的公公就是弥迦罗 就是叫做鹿这样的意思的这个名字 她正在吃饭 她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位比丘 就到了他们家门口来化缘 因为在佛陀时代 那佛陀的弟子们都是托波 托波起始 所以这位比丘到他们家门口来托波化缘的时候 那匹瑟雀的这个公公 他当时他不是姓佛的 而且他姓外道 所以他看到这个比丘来化缘 他就完全不理睬 还是继续吃他的饭 就好像当作没看到了 有些人在吐波 有些出家的人在吐波 那他们这个公公都不理睬 都不理睬 都不理睬 所以当时这个匹瑟区 他看到这个情况 他就对这位比丘 就指示说 请尊者原谅 因为称这修行人为尊者 他说因为我公公只吃腐败的食物 就是这样跟这位比丘来解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谈到就是 比瑟雀的这个行为 因为我们前面有谈到说 他应该要侍奉他公公婆婆 要欢喜的吃 是要公公婆婆都吃了 他才吃 那这个应该他做到 可是他并不是说 就是只有 就是一味的服从他公公 他这个时候 他有跟这个比丘解释 所以他也没有说 自己马上去供养 去供养这个托波的比丘 而是呢 他很有含义的 他就跟这个比丘说 请你原谅 因为他的公公呢 是吃这个腐败的食物 这个已经炒生的这个食物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公公听到这个比瑟雀这样子说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生气 而且呢 他就要比瑟雀说 要赶他离开这个家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会这样子批评我 说我在吃这个腐败的食物呢 可是当时啊 比瑟雀啊 他就很勇敢的 不愿意离开 而且呢 他跟他的公公说 那我不愿意离开 而且我的这个行为啊 是有道理的 他要请 当时他出嫁的时候啊 他的父亲 就是派遣了八位 就是有德性的长者啊 陪着他过来 他的丈夫的家里 就是方便他以后啊 如果家里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呢 可以来做顾问 所以这个是因为 匹瑟雀有福气啊 有福报啊 他家里有钱啊 然后父亲 又是明白道理 又学佛的人 所以有能力说 他嫁的时候啊 除了嫁妆啊 这些以外啊 还附带的有八位 长者 这八位都是非常 就是有学问 又明白佛法 明白道理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呢 匹瑟雀啊 真的 他就跟他的公公说 我希望呢 就是 请这八位长者啊 来他们家里啊 为他来 评判一下 说他这个行为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就看得到 匹瑟雀啊 他是很遵守他父亲的这个教导 可是呢 他又很有勇气 又非常的有智慧哦 因为他就 因为他就 请了这位八位长者 来帮他 评判他啊 就是跟这位比丘 道歉 说 为什么他公公 没有布施给他这个化缘 这个饭啊 而是因为他的公公呢 只吃腐败的食物啊 那 这个八个长者来的时候啊 那 这个公公啊 就先 就是 诉说他的不满 就是告诉他们说 他这个媳妇啊 为什么他要赶他呢 他是做了什么事情 他说 当时啊 他这个公公说 他当时吃饭的时候 他吃的这个饭碗啊 还是黄金打造的 是金碗做的饭碗 然后吃的饭 当然是很丰盛的这个食物啊 那为什么 他这个媳妇 偏偏告诉 来托播的这个比丘说 他正在吃腐败的食物 他说 吃这个草生的 很丰盛的这个食物啊 那 那 他这样的行为呢 是犯上 所以呢 他的公公要赶他出去 要驱逐他啦 就是说 要把这个 媳妇啊 担出去 因为啊 因为啊 他说他明明用这个金碗 做的这个金碗 吃饭 吃这个好家的美食啊 啊 居然他说他吃草生的食物 所以呢 他这就是没礼毛 对这个公公啊 就是犯上了 所以他要把钱送出去 所以他说公公大行公 他的理由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匹瑟雀啊 他就啊 就是很勇敢的 也不是说很凶的 他就很有智慧的 他就慢慢的就是解释啊 他说因为当时啊 他看到一位比丘来托波 他公公正在吃饭啊 可是呢 他公公就不理这个 站在门口托波的这位比丘啊 就自己顾自己就是 一直吃一直吃 所以他那个时候心里就想说 哎 这个比丘在外面托波 就是给机会让被托波的人 有机会可以行布施 照功德 照福嘛 可是他的公公呢 居然呢 都不愿意做这么小的 这样的一个 水手的功德啊 而且他觉得说 他公公平常呢 也不愿意做功德 也就是说 不愿意去做布施啊 做帮助别人啊 做帮助别人啊 的这样的善行啊 那 那 他这一生 这么有钱 因为他公公也是富翁啊 所以 他的 理解啊 就是说 他虽然当时 他是用金碗在吃 那 那他享受的是他过去世的福报啦 所以 他的这个食物是过去世 有做过 善事 所以这一世才有 这一生的福报 作为富翁啊 所以 他吃的这个福报 的食物呢 就是过去世的福报 就是腐烂的食物啦 所以 这个是 匹瑟却的智慧啊 所以 他用这样的方式 是 真正的这种 事项的呈现啊 所以 他做的 他说的是 事实啊 所以呢 他当时解释给这八位的长者啊 他说 因为 是这样子的关系呢 他才说 他的公公呢 只吃 腐败的食物 这样的说法难道错了吗 所以他就跟这八位的长者这样子解释啊 那也就是说 因为他没有造新的功德啊 所以只是把 旧的这个福报再吃而已 所以呢 所以呢 他觉得 这个说法 应该是正确的啊 所以 他这样子的一个陈述 结果 这八位长者啊 听了这个匹瑟却的解释以后啊 他们八位都认为说 哇 这样子的一位 有智慧的女孩子啊 有智慧的女孩子啊 他这样子说呢 是正确的 并没有犯错 所以 他的公公啊 不满他说这样的话 要赶他出去 要赶他出去 其实是 不对的 所以呢 所以呢 这八位长者啊 就为他做证明了 所以他应该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支持了啦 所以他当时呢 他本来就是应该是得到支持了嘛 那他就应该可以住在家里 可是呢 他自己本身啊 他也提出他的看法 他就觉得说 因为他是 一位真正的 就是实践佛法的一个 有信心的人 他是说 他是听闻了佛陀的正法 然后他 有落实在行为里面啊 他看到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那应该去做 因为 一个比丘要脱波 我们应该知道说 啊 他是一个出家状 而且 他是靠脱波来维持 他的这个设身的 那我们应该去理解这样的道理啊 不管是有宗教的信仰 或是 这一些的 这种考虑啊 我们就是对一位说 他就是 应该有需要人家 这样子供养 那就应该 要 能够有这样的善心去实行嘛 那所以当时 他就觉得说 哦 那他的公公啊 连这样的一个 供养的行为都做不到 而且呢 对于比丘都不欢迎 那就表示说 他也没有了解到说 一个比丘 他是有在 真正修行的这样的一个 尊贵啊 而表示尊敬啊 尊敬啊 他呢 就心里就开始觉得说 那这样子留在这样的家庭 对他是不适合的 而且 他也 他也谈到说 哦 之前呢 他想要邀请比丘来家里供养啊 他的公公呢 哦 也 不答应啊 所以他就觉得说 那今天啊 为他澄清了说 他 他 讲他公公的这件事情 是没有错的 所以他不应该被他的公公 赶走 可是呢 他自己去 深入的体会说 哦 他的公公 哦 是这样的一个 不愿意不失的人 也不愿意去尊重一个 有修行的比丘 那这样的家庭呢 其实啊 他是 觉得不适合他 所以他 反而 是以他自己的一个 正确的观念 而要 哦 来提出说 其实呢 他这样的家庭 他是要离开的 哦 所以 这个是他一个 很有智慧的这种做法 所以他当时呢 他就提出来 他的不满 那对他公公的这些的行为啊 他也提出来以后 他是说 哦 那 除非呢 他希望供养比丘啊 他希望能够布施啊 啊 然后 这些的这种 尊重比丘 这些的这种行为啊 他的公公都能够答应他 那这样的时候呢 他就 会留在家里 不然他就要离开 哦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是很有智慧的 啊 而且是 很 就是 非常和谐的 把他的问题提出来 他不是说 哦 当时就很生气的离开了 哦 而是说 有条理的 有道理的 哦 就把他的这样的一个 问题呈现出来 然后呢 对他的公公 哦 就是很 清楚的 哦 有一个交代说 哦 他的不满是什么原因 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公公呢 倒反而接受了他的要求 哦 就表示说 他公公也是 也明白道理的人 因为 这八位长者为他澄清了 他公公也接受了 然后 这个皮色雀呢 他表达 他对于他公公的这些态度 不满 他公公 他自己也接受了 所以呢 他答应 那皮色雀说 哦 他可以 可以供养比丘 可以能够 听闻佛法 可以共佛啊 这样子的 这些的要求 所以呢 所以呢 因为他答应了以后啊 那当然 皮色雀就留下来了 那留下来了 之后呢 这皮色雀呢 他很快的第二天啊 因为他是 很积极的在修行啊 所以呢 他就第二天就 邀请佛陀 跟佛陀的弟子啊 就很多的比丘呢 就到他们家里来接受 供养啊 那么 他当然也希望说 他的公公啊 能够一起来供养 所以他邀请他的公公 就是一起来供养佛陀跟这些佛弟子比丘啦 可是当时呢 他的公公呢 心里一定觉得说 我已经很不容易答应你来供养佛啊 比丘啦 那你要供养你去供养啊 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去供养 因为他没有信佛 所以他拒绝就是去供养 那这个时候比丘却就是自己去供养 那供养之后呢 因为佛陀啊 接受这些弟子们 尤其是在家局势的供养之后呢 那佛陀都会随机来开释嘛 所以当时佛陀接受供养以后要开释了 结果他的公公呢 就是也不是很愿意来听闻这个出来啦 可是这个匹瑟却呢 还是在继续邀请 所以当时他的公公呢 就觉得说那应该要接受 要去听闻佛说法 可是当时呢 这位匹瑟却的公公啊 原来他是信仰 当时印度 还有很多的修苦恨的这一些的 这些的苦行者啦 所以他的师父啊 就不答应说 让这个匹瑟却的公公去听闻佛说法 所以当时他的公公呢 就躲在房间里面 然后呢 他的房间门啊 就是用这个布曼锤着啊 所以他的公公就躲在这个房间里面 布曼后面啊 就听闻佛陀说法 那记载里面是没有让我们知道说 佛陀当时说法的内容 不过呢 就是记载说 当时他的公公呢 听完佛陀的开示啊 哇 他这个公公呢 当时的这个善业成熟啊 就也正道的这个出国 也就开始呢 就放开他心里的那种偏见 那种执着或者是邪见 就是对事物的这种不正确的观念 那就是导向对佛法的认识 哦 原来呢 我们应该对世间一切的事物啊 都要去了解每一个事物它的真正的道理 那要放下我们的主观的这个执着性啊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应该就是好像开了 那对这个法就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认识了 所以出国又叫做陆流啊 陆法流也就是真的看到每一个事情 都是真的如佛所说了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 他就非常的高兴了 而且非常的感激佛陀 跟这位皮色雀他的媳妇啊 哦 是他的善知识啊 所以这位弥迦罗他的公公啊 他就称呼皮色雀为他的母亲 那也因为他的感恩啊 就觉得说这个媳妇就像母亲一样 一直在教导他 在照顾他 引领他进入佛法 所以我们就看到 一个媳妇他真正把他的工作做好啊 而且他能够有信心有自信有智慧 那反而呢 他可以转换了他的公公的心啊 而且让他的公公也误了佛法 所以当时啊 人家就称这个皮色雀为陆母 因为他的公公啊 叫做弥迦罗啊 就是陆的意思啊 那他的公公称 皮色雀为母亲 所以呢 他就等于呢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七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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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弘洋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顶灾 点灯 慈悲诗实 要供焉供 地藏菩萨书神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乘以以备 生命殿市 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三十系列 暨慈悲诗实法会 功勤管护法师祖法 日期8月28日星期六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足为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余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药师如来书神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生命殿市 云林观音讲堂 起见良皇宝灿 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功勤管护法师祖法 日期自9月14日星期二起至9月19日 星期日至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足为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余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每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夏天时 不应使刺养的狗 在外面的干地上大便 以免只身苍蝇已冲 作曲名剑萨 方向是觉悟 觉悟是空隙 生命典识 与您一同呼声 祝您正得 借中一弱